这是何鸿燊,人称澳门赌王 果然常说看笑时,那看何鸿燊的五官 你认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这些年在港台电影的加持下 将这位曾经的赌王渲染成了一个颇为神秘和玄学的人物 甚至还有人说,可能在澳门赌场中也是有一系列的风水连环局 这些说法真的可信吗?赌场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大家好,我是班同学 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赌王的宝典 何鸿燊出生于中国香港的何启东家族 是港英时期的四大家族之首 他的伯父何东是当时的香港首富 小兄弟则是后来的功夫居行李小龙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中 何鸿燊自然从小就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尽管就读于香港当时最顶尖的黄仁书院 但几乎每次考试都是倒数第一名的成绩 因为说实话,读书好坏对他来说,确实没有那么重要 不过很快,他就迎来了人生之中的第一个转折点 家道中落 在他读中学期间,父亲何时光银炒股破产 导致整个家庭债台高筑 在父亲逃向越南的同时 何鸿燊的生活也一落千丈 从之前朋友眼中的贵公子 变成了一个被刻意疏远的角色 体验到人情冷暖的感觉后 他决定奋发图强,开始挑灯夜战 最终在1939年,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获得奖学金 并且考录了香港大学理学院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理学院 再往下看你就会发现 赌博的镜头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的数学 不过根据他的妹妹何晚奇所写的回忆录来看 这里的家道中落也是相对而言 毕竟家底英识,虽然人情冷暖 但也没轮到这种程度 何家积累的人脉和资源 也是他后来走向成功的重要记事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炮火慢慢延续到了香港地区 在香港大学宣布停学后 何鸿燊也只能另行出路 最终在家族亲戚的引荐下 何鸿燊去到了澳门连商公司担任秘书 并且在此期间 他还结识了澳门当地的一位贵族小姐 这个人也就后来何鸿燊的正妻,李婉华 李家是澳门当地的老牌贵族 而且李婉华的父亲 还是当地唯一一个公正人 两人不管是从家庭、能力还是外貌上 都称得上是盟当户对 于是在1942年 他们就成为了正式夫妻 并且何鸿燊也跟随李婉华 加入了葡萄牙国籍 自此之后 李父则将自己的人脉关系 全部介绍给了何鸿燊 在这位老牌贵族的帮助下 仅仅一年的时间 他就因工作出色 成为了廉长公司的合伙人 1943年 何鸿燊获得廉长公司100万澳元的分红 成功赚到了人生之中的第一桶金 这一年 他22岁 也算是凭借出色的能力 和更为出色的颜值 实现了人生路上的一次逆袭 到了1953年 抗战结束后 何鸿燊决定重返香港 此后他创立了利安建筑公司 开始从事地产行业 并先后开发了香港太平山 和湾仔区域的名栈 我们之前说李老板的时候提到过 当时的香港百废贷心 地产行业成了经济恢复的主要推手 因此在时代的推动下 何鸿燊凭借着地产生意 成为了香港的超级富豪 到了1957年时 李婉华突然患上了严重的结肠炎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体重就从原先的52公斤 下降到了31公斤 按何鸿燊的说法来看 当时他的工作繁忙 需要有一个人来操持家务 于是在同一年 就赢取了当时14岁的蓝琼英 蓝琼英也是出生贵族 后来也帮助何鸿燊处理了不少问题 另外除了蓝琼英之外 在1985年时 何鸿燊还赢取了 与他相差32岁的陈婉征 而且4年之后 又赢取了10年29岁的梁安琪 更为魔幻的就是 何鸿燊的长子何又光 比斯泰梁安琪 还要早出生11年 话说回来 何鸿燊从事地产生意时 后来的地产大王李嘉诚 在这个时期才刚刚创建了塑胶厂 那为什么何鸿燊又放弃了地产 转而成为了澳门赌王呢 这也就说到了他人生之中的 第二个转折点 也就是他的赌王生涯 何鸿燊与李嘉诚 算是澳门与香港的两个代表人物 不管是旗下产业的类型 还是个人资产的数量 李嘉诚显然都要更胜一筹 那为什么香港有不少人厌恶李嘉诚 但澳门却很少有人反感何鸿燊呢 这还要从何鸿燊的赌王生涯开始说起 在1930年时 因为港口的竞争力不足 所以澳门只能实行传业转型 开始大力发展旅游业 但是发展旅游业就要招揽游客 于是他们就想到了拉斯维加斯的模式 这样本来就十分发达 却隐藏在暗处的博彩业 搬上台面 然后再进行垄断来统一管理 所以在何鸿燊之前 就有鲁九和富老龙两位赌王 到了1961年 原先的合约到期 澳门又重新公开找标 赌博业的专营权 一时间各方势力暗流涌动 这显然是一门勇赚不赔的声音 在这里又要说到一个关键人物 也就当时的赌王叶翰 同时他也是赌神赌圣电影的原型 算是一个传奇人物 叶翰想要插一手 所以他又找到了 在澳门黑白通吃的叶德利 因为当时有规定 竞标者要有葡萄牙果籍 于是叶德利又找到了 他的小舅子何鸿燊 因此何鸿燊才重新返回了澳门 而且为了确保文妥 他们又邀请了财力雄厚的霍英东 最终四人组成了财团 以361.7万澳元的价格 进得了澳门赌场的专营权 同时何鸿燊还向澳门承诺 如果他们得到赌牌 除了缴纳博彩业专利税外 而且还将全部收入的10% 用于慈善 另外90%全部用来投资澳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何鸿燊是依靠赌场成名 整个澳门也是依靠赌场生存 到了1962年 四人共同成立了 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 由霍英东担任董事长 叶翰叶德利担任常务董事 何鸿燊则担任董事总经理一职 最终从来不赌的何鸿燊 成为了澳门新的赌王 此后何鸿燊垄断了澳门博彩业40余年 直到2022年才被打破 其实再正规的博彩业 也要游走在黑色地带 而且何鸿燊刚开始建立赌场时 还经常会受到当地黑恶势力的威胁 根据他的字数来看 有人想要花一万来捣乱 他就花一百万反击 最终也是凭借这份魄力 才算是站稳了脚跟 那同样都是垄断的生意 为什么澳门人对何鸿燊并不反感呢 何鸿燊与李嘉诚最大的区别 可能就是懂得分钱 在1983年时 何鸿燊开创了一条规定 将赌场小费的70% 按照资历分给赌场的工作人员 赌场小费 在整个赌场的总收入中 占到了25%左右 所以因此催生了一大批的中产阶级 一时间博彩业带动了整个澳门的经济 养活了几十万澳门人口 博彩业确实不是什么风光的产业 但相比李嘉诚 用房地产业将全部财富 集中到了几个人身上 何鸿燊的博彩产业 却让大多澳门人 都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 所以单看当地人的评价 何鸿燊的名声自然要好很多 现在一说起赌城 很多人都能联想到拉斯维加斯 实际上澳门赌业在2006年时 就已经超过了美国拉斯维加斯 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博彩中心 到了2010年 澳门博彩业收入同比大增58% 达到了1883.43亿澳元 到了这里 就牵扯到了第三个问题 很多人都以为赌博靠的是运气 所以就出现了很多风水传闻 难道澳门赌场的崛起 真的是因为什么风水连环局吗 何鸿燊在多次采访时 都曾明确表述过 自己只相信读书 真的不信什么风水 那澳门赌场的发展 和这门玄学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其实港澳地区早期的一些建筑 因为传统观念的影响 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风水理念 这算是一种文化 和信与不信无关 说起赌博 很多人就联想到了运气 运气这东西虚无缥缈 所以一些想要获得运气的人 就只能寄希望于玄学 因此才出现了许多 关于风水布局的传闻 比如最出名的就是 要想富 斗三煞 就说在整个澳门的风水中 存在很多煞气 通过一定的布局 来利用这些煞气 就能达到发财致富的效果 听起来就比较魔幻 还有普京赌场的外形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鸟龙一样 所代表的就是只进不出 另外还有赌场的整体布局 内在装饰等等 说法有很多 但几乎没有什么靠谱的资料 所以至于真假 我也不太好断定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赌博不是一场运气游戏 而是实实在在的数学游戏 那应该如何解释 赌场勿赚不赔的秘密呢 在数学理论中 有个叫做大数定律的概念 指的就是一个随机事件 如果大量重复的出现 假设从始至终 方式没有发生变化 那随机事件的频率 就近似于它的概率 就拿抛硬币来说 我们无法控制一枚硬币 到底是正面朝上 还是反面朝上 如果连续抛上十次 可能有三次是正面 七次是反面 看上去好像没有任何规律可言 但是按照大数定律的概念来看 如果抛的次数足够多 那出现正反面的概率 几乎就是相对等的 比如说 抛硬币得到正面就能赢 如果一个人的运气足够好 他连续抛上十次 可能结果都是正面 但是当他抛上一万次的时候 那就只能得到五千四十正面 五千四十反面的结果 那这条定律有什么意义呢 在赌场中 很少能够看到 向炉抛硬币这种简单的游戏 大多数游戏 都会有一个较为复杂的程序 而这些程序存在的意义 就是提高庄稼的胜率 比如说在赌场中 有个叫做龙盘赌的游戏 藤金的赌神叶翰 还曾改进过这个游戏 就是在一个龙盘上 有37个格子 其中有0到36这些数字 无规则的排列在格子之中 整个龙盘 按照黑色与红色画风 数字0则为绿色 比如说你要红色 在下注之后 轮盘上的玻璃球 就会随机滑落 如果最终停留在了 红色数字上 就是你赢 如果停留在了 黑色数字上 就是作为庄家的赌场赢 不过要注意的是 如果它最终停留在0上 那也是赌场赢 所以你的胜率 从抛硬币中的50% 下降到了40%几 而且归根结底 大多数游戏 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公平 本来就存在问题的游戏 加上赌场的大数定律 几乎就是一门 所以如果有人说 控制旁边的风和水 来补充赌场的氧气 让人能够一直处在 亢奋的状态 这个说法还是有可能的 这时候可能有人说 我不和庄家赌 和其他人来赌 这样就能做到绝对公平了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 欢乐斗地主 很多人的欢乐斗 永远都是一个 接受救济的状态 这个就是赌场赢利的秘诀 每次下注 庄家都要抽成5% 所以只要你两个人 都能上投 连续不断的赌 那么最终赢的一定是庄家 所以赌场的成功秘诀是数学 而赌王的成功秘诀 就是不赌 这个世界很奇怪 很多人都希望借助玄学 来改变这个虚无缥缈的运气 但大多数人 都只是借助了一个 更为虚无缈缈的东西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是白同学 我们下期再见